好 那麼因為今天 郭台銘要侯友宜到郭台銘家 他們只有三個人 後來說要到馬辦他們不肯 要均越 朱立倫 馬英九 侯友宜三個人去了 結果郭台銘幫忙是說 當時說的三方會談沒有馬英九 三方 有四方嗎 說侯友宜誤會了等等 那我想侯友這邊已經想說 你們把局放擺好了 而且聽說郭台銘還把賴培佳也找去了 據說不知道了 所以你們 剛剛有看到他 你們一堆人怎麼馬英九不能來 而且馬英九當時是最早說 等於是當證人的 所以馬英九也來了 來 洪威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場總統大選 像這幾天的發展 我想已經應該是空前也會絕後 而且在最後登記截止36小時 突然出現了一個劇情的大逆轉 高潮跌起 這個精彩程度真的不下於八點檔 那當然我們現在的錄影時間 因為他們還在進行 不曉得最後的結論 但是我覺得最後的結果不管是如何 那我奉勸大家 還是今天好好睡一個覺 那不要因為這樣的事情 受到這個情緒的這樣的一個衝擊 因為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都會在這個社區裡面敗票 太多人在這個過程裡面 感到憤怒 感到沮喪 感到不能睡覺 然後天天不停的 我不停的會接到訊息 可能每兩個小時就問一下 藍牌合了嗎 然後很多人在賭 自己在賭 然後合還不合 然後呢 對啊 對 沒什麼情況 然後他就說 哈哈 我贏了 另外一方在客廳說 哈哈 我贏了 就是 合不合 高潮跌起 對 奔迴路轉 就完了發財 你愛我 你不愛我 你愛我 你不愛我 就是把所有的支持者 那個情緒已經拉到最高點 所以我拜託大家 今天不管怎麼樣 好好地睡一個覺 好 那回過頭來講 今天的一個狀況 我是沒有想到 到最後的時候 今天的主人翁是郭董 也許這個首富 終究有他做首富的理由 你看今天他是主場優勢 把場就包下來 對 主場就包下來 我是主人 而且說要雜營在這裡 誰在軍樂飯店雜營 沒有 他就租下一層好幾個房間 然後一開始講話 其實滿漏漏長的 大家都聽他講話 好 那我要講就是說 在最後的時候 為什麼侯友宜不能夠單獨附會 我非常慶幸 在這個時候 這麼緊急的時候 侯友宜跟國民黨的高層 包含馬總統跟朱立倫 腦筋是清楚的 你想想看 如果侯友宜單獨附會 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老實講 民眾黨大家知道 一人政黨 柯P自己一人說了算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郭台銘更不要講了 他的所有的參選 也是他一人說了算 可是侯友宜他不是 因為他今天最後 他要談成什麼樣的結果 他甚至沒有去讓步的空間 我直接說 因為你是候選人而已 你到底你要怎麼談 而這樣的一個狀況 尤其在前面 大家看到郭和柯密切的一個密會 或者是驅車前往 當然講的理由很奇怪 什麼講什麼日幣貶值 講說討論統計物差 那大家也不是三歲小孩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侯友宜怎麼可能一個人單刀附會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要找馬總統去見證 後來朱立倫也趕到了軍曰的現場 我認為是正確的 否則的話他一進去 不管出來什麼結果 他都是萬箭纏穿心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 說你哭了一個晚上 因為找你當副仇 真的嗎 那個郭正亮講的 那個郭正亮如果他是 在分析國際情勢 你可以好好的聽一下 如果他分析女人的心理的話 你就隨便聽聽就好好不好 而且所有性科的 也不見得都是愛哭好不好 我們家是南部的科跟新竹的科不太一樣 但是剛剛洪威特別提到了 我覺得今天我們跟韓國瑜 再到那個中選會去做登記的時候 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朱立倫就要電話 他本來是要陪大家一起弄完 所以他幾乎是在兩點多的時候 他就要電話 他就告訴大家 說他匆匆的趕去 這個有關於這樣的一個會場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整個的局勢 是隨時在做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的變化 而且我們大家都認為 為什麼大家認為昨天什麼民調 或什麼大家沒有在聽 我還是強調 很多時候呢 一出戲 如果柯文哲跟國民黨演出這出戲 國民黨不能讓他變成一個爛尾戲 很多時候你看你已經搞這麼久了 你到最後裡面 留下大家很扼腕 即使是破局的扼腕 跟你那個分手 大家能夠好好把事情做一個了結 起碼在我方來說 從頭到尾很一致的 讓我們的選民知道 這不是我們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東西不是說錯在不在我 而是很誠實的去做交代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他們堅持要在馬總統的辦公室裡面 因為有頭有尾 那這樣大家克制的妥協 我必須要說說一件事情 你剛說很多人 那個是黃世修 就是他們的發言人 就只有他 告訴我們這邊的發言人 就說當初只有三個人 等等之類的 後來侯伴的發言人 再去問的結果 在世修後面的更高層的告訴我們 我們結成歡迎馬總統 所以你就會知道很多時候 包括黃生生昨天發的那個部分 很多人他在說他在扮黑白臉 我個人覺得 可能柯文哲最後的意志 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 只是他的幕僚 包括郭的幕僚 誰的幕僚 都不知道他的組織都會出什麼招 我只能說 侯後面所代表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團隊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說 侯可能口才魅力 跟外面贏不了這個人 國民黨是整個team 整個team在後面back up 來輔佐侯友宜 來面對這整個選戰 這是跟兩個人的政黨 不管是郭或是柯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雖然話講得比較重 但是我還是要很清楚 誠實的告訴大家 國民黨忍辱負重 其實那就是個表達一個 他們所做的伎倆 國民黨不會不知道 只是一個泱泱大大 你一定要等到整個劇本結束 不要變個爛尾之後 你到最後要走哪一條路 那時候大家來看看 真正的政黨實力的爭章 到底在哪裡 郭台銘跟柯文哲 今天邀侯友宜見面 到底是想要有個好的結果 還是覺得反正不行 我覺得事實上我認為 雙方都已經做好了 各自選的打算了 然後只拒絕當那個政治渣男 就是說我一定不是我說不要和 一定是要對方先說不要和 所以你看這個柯文哲 都已經去找了郭台銘了 之後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 他們兩個人是和 然後再邀請侯友宜來 那所以要談的是一個 感覺上是一個在野大檸檬的感覺 未來可能執政的時候 未來還可以留下一點點 可能可以和攜手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想 因為他已經擺明了講 沒有什麼民調好談 所以我也很好奇 今天坐在這邊 大家一字排開 你說這樣子談怎麼談 你說一定要直播談 那所以後來本來有一度說 這個柯文哲郭台銘是希望 侯友宜他們上樓開房間談 那當然侯友堅持說 我一定要公開談 因為柯文的態度就很簡單 就是我不談民調 然後侯友宜就 我覺得民調很重要 當初承諾的 然後就卡住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當然就是一直 我們不曉得到最後 怎麼樣結尾 但我覺得這種事情 不可能是這樣談出來的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其實一開始柯文哲的想法就是讓侯友宜來 然後他自己表達他自己的態度 然後侯友宜呢 我覺得坦白講 我覺得他今天的旗下得非常厲害 其實柯文哲跟郭台銘是下午才聚到了郭台銘家 侯友宜是今天一早就去麻辦 就是坐在那邊我就等你 我就等你 我等到你來 等到你來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 我苦苦的等 等到你回頭的那一天 所以其實你說侯友宜也沒有一點點心機嗎 我覺得也有 但他為什麼要這樣演呢 就是說因為復興的不是我 不管說你覺得我怎麼樣糟 你覺得我的民調沒有你好 你覺得你跟我在一起你不會贏 但我看我還這樣痴心的等你回來 所以我覺得侯友來說他也 只是他可能沒想到說他這樣演 然後柯也來一套 那是雙方又各自僵在那個地方 好像站在一條河的兩邊各自對望一下 但你說侯今天這樣子做的時候 他去麻辦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過說他這樣子 然後柯會怎麼回應嗎 所以我基本上是認為說 雙方應該都已經做了一個最壞的打算 就是各自選 而且我某個程度我也覺得 我覺得對選民來說已經夠了 我覺得對雙方來說演到這個程度 你一定非常清楚知道雙方的差距其實很大 第一個遊戲規則的差距就已經很大了 雙方的這個政黨DNA這個差別也很大 雙方的個性差別也很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讓他們各自去聘一段時間 然後走到最後投票前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 你是氣保 我們現在也有講過就是說這樣很不確定 但是因為很不確定就沒辦法 因為你希望他很確定 彼此就不這樣子演嘛 所以我覺得也不這樣子合 就是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共識 所以我覺得也只能夠讓他 只要用時間去換取空間 就再往後演 再演到投票前 就柯文哲因為經常講要公開透明嘛 對不對 討厭密室協商嘛 所以那你現在關到小房間 你不就是密室協商嗎 那出來外面又會批評嘛 所以我覺得會有要求就公開嘛 既然公開就公開 因為他不是今天講公開 他前天下午那個記者會也說 將來我們檢視的民調 就直播 換句話說 不要搞那個關起房間的事情 大家要公開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態度 那來 玉方兄 這樣子 有很多人其實覺得說 這樣子朝朝鬧的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反正你們大家都有自己的目的 有自己的方向 那為什麼還是要在演戲這樣再玩 所以很多人認為這是垃圾時間 在過去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我不這樣認為 我認為其實選舉的結果固然很重要 但是真正影響結果的是那個過程 就這一陣子大家看清楚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些總統候選人 他們各自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這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說你講說密室協商 最喜歡罵人家密室協商的就是柯文哲 沒錯 那我請問你 你過去跟郭台銘 兩個人見面見了多少次 我看那個數字是十次 那每一次有別人在嗎 有其他總統候選人或他們的人馬在 沒有 都是你們兩個人在 我要問一下柯文哲 這算不算密室協商 還有很重要一件事 國家領袖未來遭遇到很多的問題 軍國大事 像臺灣這樣的環境 可能未來每一陣子就要遇到一個 像九九年飛彈危機這樣的事情 未來有可能再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領袖是什麼 冷靜 腦袋清楚 情緒不要波動太大 讓人民可以相信你說這個國家領袖 可以帶領我們度過這個危機 你看過去這一陣子的柯文哲怎麼樣 高興的時候那個樣子 非常的興奮 我們也可以分享他的快樂 可是你看他 簽完字出來 你就開始在掉眼淚 那就是說你做一個決定 你要當個國家領袖 你在做一個決定以前 你有沒有想清楚 如果想清楚 你簽這個字叫做白紙黑字 那你簽下去你認不認 你不認就是你是否定你剛才 那也就是說 你簽字的時候是愚蠢的 簽完字你才是清醒的 那這個領袖跟人家的落差 未免太大了嘛 然後可以隨便掉眼淚了嗎 你這樣的事情你都處理到 需要去掉眼淚的話 那遇到更大的所謂的軍國大事 冰災這些等等的時候 請問你要怎麼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在講說我回來 我這個幕僚 我周圍的人這些 反對什麼什麼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交差等等的 那我請問你 你當國家領袖 本身在最重要的事情發生 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心裡是寂寞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就是要幹 當時要不要把原子彈 投在日本頭上的時候 這個決定是他一個人要做的 你難道說那我來找一下我的媽媽 找我太太 找我的這些幕僚們 尤其是這女性的幕僚們 我們大家來開一個會 再來談談 我是沒有性別歧視的 但是你現在看起來就是 媽媽對你的影響很大 那未來你如果當個總統 重要的人士 重要的我再講一次軍國大事 那難道你開內閣會議前 你開國安會議前 你說我先問一下媽媽意見 太太的意見 黃珊珊的意見 是這樣子在幹的嗎 還說國安會議開完以後的結果 你都已經做決定了 回家媽媽再講一講 太太再講一講 黃珊珊再講一講 你又再做修改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 你相對來看 你看整個的侯友宜 遭遇到這麼多困難 甚至被修路 空著當面跟他講 我讓你選正了 你也選不上 你想要看他對一個 對侯友宜來講 他心裡多大的難過 可是你看他不出二言 到目前不出二言 而且始終消息息 剛才我們看他的照片 他在談判的 在這個桌上馬上就要談判了 但是消息息 所以他在談判斷 我認為這樣的人 才是我們這個國家 所需要的領袖 宋楚瑜這話講得不錯 他說不能靠家人下指導期 柯文哲你要節制 你們各位看過宋媽媽嗎 大家沒有看過宋楚瑜媽媽對不對 看過陳萬水 他說但是呢 陳萬水有逼他指點宋楚瑜嗎 有見過他指點宋楚瑜嗎 沒有見過 但是陳萬水是非常客氣的 溫婉的 沒有跟宋楚瑜 這個不行 那個錯了 沒有嘛 所以宋楚瑜是說 要節制一點